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中南财经政法大学兼职教授唐浩俊先生带来点评分析 各位好 备受关注的美国中期选举上周举行 目前众议院回到共和党控制的局势较为明朗 但参议院的选情胶着 当地时间11月12号 据美国有线见识新闻网报道 美国内达华州国会参议员民主党候选人凯瑟琳·科尔特斯·马斯托 以48.7%的得票率胜出 至此民主党锁定参议院控制权 请问赵文丽先生您预期中期选举的结果 对美国未来的经济政策走向有怎样的影响呢 即使共和党没有完全拿回这个绝对控制权 但是它的这个席位也是比之前要增加 所以它在参议院的话语权肯定是要比之前要更大了 那么在一些比如说重要的人事人命啊方面 可能对这个现有民主党政府的牵制也会比较强 那么另外一点就是这些重要的议案 其实它还是需要三分之二多数就是通过的 所以说未来可能两党在一些关键的议案上 这种立立法上的一些这个纷争啊 或者或者的分歧啊 可能对于整体美国后面的政治环境影响还会比较大 那么从众议院的角度来讲 更多的一方面是在这个财政开支这一块 所以可能之前拜登想要做的一些基础设施 包括新能源的一些大规模的财政刺激政策 未来能不能落地啊 对于后面两年来讲是很大的一个问号 现在来看的这个落地的可能性比较低 另外一个呢就是未来的财政开支方面 可能反而共和党这个可能是要限制 甚至削减的开支 然后就是以换取明年提高国债的上限 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讲呢 对于控制通胀应该说是有一定的帮助 共和党如果夺回众议院的控制权 那么就是拜登之前想搞大规模的刺激 可能很多都不能落落地的话 那这样的话对控制通胀转型 应该是有很大的帮助 另外一点呢就是说 大家可能对2024年的这个总统的大选 关注的更高嘛是吧 所以虽然说这一次两党之间的差距没有那么大 民主党没有输得很惨 但是呢从未来来看 共和党对民主党的这个 就是2024年的这样一个威胁 或者挑战还是非常大的 所以如果未来两年 民主党没有把美国经济 能够保持在一个比较平稳的一个环境下 而出现了或者是假期过度造成的经济摔退 或者是通胀稍微回落之后 再出现第二波的上升 那么这个可能对于拜登政府来讲的压力就会比较大 然后另外一点呢可能在对于乌克兰的援助方面 共和党肯定是要大规模的去削减的 所以这个当然对地缘政治这个去向环和本身还是有一定帮助的 好的 美国上周呢也公布了10月的通胀数据 10月CPI同比增长7.7% 低于此前的市场预期 环比则上升0.4% 与上月持平 那么通胀回落 是否会促使美元加息步伐放缓或暂停呢 赵文丽先生 第四季度去年呢通胀基础本身比较高 所以关键看环比数据 如果不是说非常明显的超过0.6啊 或者这种比较高的环比增长的话 那通胀就是回落 应该是一个市场预期之内的事 但是回落的速度呢 其实比市场预期的还要快 现在来看呢 就是第四季度到明年上半年通胀回落的这个趋势 应该已经确立了 从这一次的数据来看 不管是整体还是核心的通胀 他们一方面比预期回落的幅度更大 另一方面重要的是 你刚才提到的一些环比数据 回落的比预期要更加快一些 那么同时呢 我们也看到市场对这个数据 是比较欢欣鼓鼓鼓的 那么从美国国贷收益率 大幅的回落 到美国这个12月份的加息的概率 那么如果50BP的概率 已经升上到80%了 那么从这一轮的加息终点的一个市场预期呢 也是由最前的5%以上 回落到了4.75% 所以大的节奏呢 很有可能就是12月份加50BP是大概率 而且会释放这个放缓加息的比较明确的信号 那么到明年的1月份呢 就要看未来几个月通胀和经济增长的数据的变化 如果通胀继续按照目前的这种趋势往下走 经济衰退和就业市场财源的压力也越来越大 那么可能明年的1月份的时候 这个整体的这个加息速度就已经降到25BP了 而且呢在第一季度 有可能经济继续下滑的过程中呢 它停止加息的可能性是越来越高的 但是也不会像市场预期的那么快就减息 因为减息的门槛 一方面要看通胀回落到一个什么样的程度 因为现在距离2%左右的这样一个联储 比较合一的水平差距还比较远 所以也很难说是通胀回落几个月份联储 就可能已经开始考虑去降息 另外一点呢就是美国经济衰退 目前来看即使出现的话 大概率还是一个比较温和的 那么如果不出现非常超越去深度的经济调整 和一个突发的比如说系统性的金融风险 那么这样的话美联储减息的门槛还是会比较高 可能会快到明年下半年才会有这种 重新讨论的一个可能性 是的 那么今年12月中旬 美联储还将召开年内最后一次加息会议 届时加息幅度会如何 袁涛先生您会做怎样的预测 我们预测在今年12月中旬 最后一次联邦基金利率会议上 将再次加息50或75几点 使得联邦基金利率下限达到4% 预计2023年 美国将维持利率水平高位稳定 本轮加息驱动主要来源于美国的通胀 今年6月美国CPI达到高点9.1%以后 逐步趋缓 9月回落至8.2% 后期将从高位逐步缓慢回落 随着通胀的趋缓 加息基本告一段落 明年利率高位盘整 是的 不过美国当下面临的问题 其实是加息政策已到临界点 但通胀基数仍然处在一个较高水平 唐浩俊先生您认为其中原因是什么 这是否意味着以加息对抗通胀的政策失灵 首先 货币超发留下的后遗症 不可能马上治好 既然是货币超发 且经济又不景气 当然只能依靠通货膨胀来消化吸收了 第二 面对经济出现衰退 美国不仅没有与其他国家 特别是中国等共同应对 反而编本加厉的发动贸易大战 打压中国企业 限制中国产品进口到美国 对中国产品进入美国加税等等 通货膨胀又怎么能够降下来呢 第三 俄物冲突 造成能源供应十分紧张 进一步拉高了通货膨胀 自然也就必然会对美国的通货膨胀 产生不利的影响 第四 持续的加息在遏制通货膨胀的同时 也导致国际资金大量的流向美国 一定程度上有对美国的通货膨胀 形成了助推 加息也就成了一把双人剑 对美国来说 加息对通货膨胀失灵 目前还不大好说 但效果不佳 却是事实 只要美国继续大告贸易保护和单边主义 通货膨胀会成为美国经济的一大痛点 从目前的情况来看 美国要想消化通货膨胀带来的压力 如果共和党这张 有可能选择刺激经济的政策 用经济增长来消化通货膨胀 好的 请问袁涛先生您的观点如何 美国目前还是需求占主导的高通账 而非高杠杆 货币政策还是管用的 从一些指标看 4.2%的长端美债 10%的垃圾级的高收益信用债 标普500整体净利润率有10个点 ROIC12个点 30年的房贷利率7个点 将来必然会抑制需求 目前还没看到是因为货币政策累积的实质效应 所以我们认为是通过货币政策紧缩解决通胀这个问题的 因为它不面临大规模杠杆问题 资产回报的吸引力也不算差 即便进入衰退了 还有4个点的空间降息 但这过程中 最大的意外风险是遇到供给冲击 比如类似今年年初 俄乌局势导致油价大涨 可能会导致通胀 变成供给主导 美联储就只能继续更大力度的紧缩 导致市场信心受到重创 欧洲目前就面临这样的局面 从资产周期看 如果通胀不超预期 联储加息逐步从75基点到50基点 再到25个基点 美债利率逐步注定 到明年一季度 通胀连续几个月回落到5%左右 联储就会停止加息 实际利率逐步回落 好的 事实上美联储坚持以加息控制通胀 是以就业市场强劲作为前提的 但最近我们看到大型科技企业开始冻结招聘和裁员 像是Facebook母公司Meta就宣布 将大幅裁员超过1.1万人 相当于约13%的人手 那么随着就业市场走弱 将会对社会其他方面产生哪些深层次的影响 赵文丽先生 新兴续成港股龙头的业绩情况 其实从四季度就开始出现了一点低预期的一些情况了 那么他们现在从裁员的角度来看 一方面是节约成本 控制成本 另一方面可能对于未来经济衰退的担忧 也使得大家对于未来收入 Topline的增长应该说是比较保守的 但是现在很多公司对2023年的 这个战略还不是很清晰 很多商业公司其实自己也搞不清 所以这样的话在一个能见度比较低 但大家都觉得经济衰退 是一个大量预矩下 很多公司可能公司徐徐 都会有一些大部分的开源 特别是之前整体业务还在高速增长的情况下 可能本身的一个部门 一些人员的扩张也是做得比较古广 所以现在减人手的力度也是相对比较大的 这个财源潮不渐渐形成一个趋势 因为我们知道就业市场 它是一个的后来反应 通常就是当经济已经进入到一个摔除预期比较强烈 然后越来越差的情况下 更多的企业会加入到这个开源潮里面来 所以后面几个月呢 可能这个就业市场的数据呢 会出现更明显的回落 那么这个也会对消费者信心啊 对一些消费的影响也会比较大 所以现在来看美国的零售业啊 包括这个消费者信心 在未来两个季度也会出现更明显的回落 所以这个可能是啊 就是未来美国会出现啊 就是比较明显经济下滑的一个信号吧 所以这方面还是很值得去关注的 是的 有关失业率上升带来的负面影响 谭浩俊先生您有什么观点分享 失业率上升的结果 不仅政府负担加重 社会稳定也会出现问题 类似种族主义现象等 又会增多形成恶心循环 而从美国经济和企业来看 会变得更为艰难 政府福利等也会降低 从而不利于美国的国家稳定 最令人担心的是 美国会不会因此有挑起事端 挑起战争 给世界带来不稳定 不确定性因素呢 企业大规模裁员同样牵动着资本市场 摩根士丹利首席股票策略师 麦克·威尔森 近期就发表观点认为 美股熊市已接近底部 更普遍的裁员现象 是美股牛市的关键讯号之一 那对于这个观点 赵先生您怎么看 不是很认同啊 就是第一点呢 现在的科技股的调整呢 更多的是一个估值的收缩 但是估值也没有到 或者说很便宜对吧 还是基于目前的盈利预测的情况下 那么估值回到了一个相对比较合理的水平上啊 或者部分公司比较过去比较均值要低一些 但是呢 关键就是盈利下修的这样一个趋势 是一个短暂的 是由于这个比如说成本控制的不够好啊 还是怎么结构的原因造成的 还是应该这个比较系统的 或者说比较长周期的原因 那么现在来看呢 我觉得就是系统性的原因可能会比较大 就是说个别公司 这个由于各自身经营的问题造成的这个 可能性是应该是比较小 所以这样来看呢 你单纯靠裁员去控制成本啊 这个效应呢 应该说会短期的有一定的体现啊 但是它对整体更大的一个盈利的影响 更多的是来自于你的收入端 从目前来看呢 我觉得这个从收入端这方面的压力 从未来会更大 所以基本上美股现在是过了这个杀股值的阶段啊 当然美债收益率回落呢 可能对股值有一定的小小的一些修复 但更重要的就是未来在杀盈利这个阶段 现在应该说是刚开始 所以企业会有一些策略上的一些调整啊 使得这个杀盈利可能没有 说是这个下环这样快啊 中间可能会有一些小的一些缓冲 但如果这个趋势是一个长期的 所以后面关键看一个美国经济衰退的一个深度啊 和它持续的时间 另外一个就是看整体的这些轮移动互联网啊 包括这些AI大数据等等 这些新经济的一个浪潮啊 那么他们是不是进入到一个情况不接的阶段吧 好的 那么袁涛先生 您认为现阶段美股走势是否到达底部 现在是抄底的时机吗 目前美股估值还没有那么充分的便宜 处在均值附近 加上业绩的影响 在增长盈利彻底转好前仍有波动 到明年下半年增长压力增大 宽松预期起来后 随着国债利率快速下行 可能带来配置机会 好的 感谢三位嘉宾的点评分析 以上就是本期点试成经的全部内容 记得在YouTube搜索点新闻 或是下载点新闻APP为我们按赞 我是方熙 感谢您的收看 祝您投资顺利 我们下周再会